男人刚用锄头撬开龙关 一条黑金龙夺盖而出 直直地飞上天空 男人心想富贵险中求 他慢慢地靠近龙关 可刚一露头 就被什么东西一把扯了进去 队友瞬间全部逃跑 一只大黑掌爬了出来 回到家中 他将妻子死死压在地上一顿乱药 没过一会儿 妻子也变成了新的夜魔 这一切被女儿亲眼看到 他躲在角落一直等到天亮 迪元杰这才发现 昨晚同一时间 在皇宫大殿也出现一具龙关 关内也蹦出一个打不死的夜魔 妄想袭击皇上和天后 幸好天后的贴身保镖 李小白伸手了得 护驾有功 小白和老迪两人一起摸茶 这夜魔竟是当年 王皇后的后人莽龙所蛊惑 当晚新闻联播时间 莽龙吹响了哨声 顿时整个长安城内 九条黑龙同时腾空飞起 白天躲在暗角的夜魔纷纷起床 他们冲进人群见人就咬 人们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被咬的人也瞬间变成新的夜魔 就这样一传时传百 很快城内就出现成千上万的夜魔 敌人杰和李小白虽然武功高强 但是夜魔裂变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只好带着还没被咬的百姓 边战边退 将士们死死守住最后一重门 可是突然 被救的百姓中也有人被夜魔咬过 守门的将士中也受过夜魔之伤 他们慢慢也变成夜魔 很快开始撕咬身边的人 门外千万的夜魔 门内又开始泛滥 童领将军看着真是心疼 他一人挡住众多的夜魔 敌人杰无奈地关上最后一关城门 等待着天亮让阳光照射 这些打不死的夜魔就会自动灭亡